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冉冉升空 飘扬在纽约曼哈顿华部的 中华公所楼顶 乔邦们为庆祝双十国庆 特别举办庆祝活动 三太子七仙女舞蹈表演 炒热活动起奔 一百多年来 青天白日的满地红的国旗 在我们中华公所的大楼 将来我们国父的铜像 在我们这个中山广场处立 我想都是象征着自由民主博爱 民有民智民享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活动简化为升旗 几项国父铜像献花和国庆茶会 虽然少了封街游行 但乔邦们仍热情参与 高呼中华民国万岁 台湾加油等口号 中华民国最近在经济上 在防疫上在民主上都有长足的进步 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 所以我们侨胞庆祝起中华民国国庆 感到特别的安慰 也特别的高兴 纽约侨界力挺台湾不遗余力 同一天宣传台湾观光的形象广告 在侨界的促成下连续第二年在双十节当天的时报广场大型萤幕上播放 台北101 九份 花东纵谷等宝党美景尽收眼底 广告播放时 李光璋和数十位侨胞挥舞国旗一同观赏 全球目前仍受武汉肺炎疫情冲击 李光璋表示台湾同胞团结合作 政府防疫模式透明 不仅成效卓著 更积极援助国际 无形间提升了国家的正面形象 不仅成效卓著